同学上次在讲营业税的时候 我都说过 一定是某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他是不是才会克税 那他克的那个税 他做的这些事情 可能有一部分是免税 就非属克税范围 那有一部分他是把克税 那如果要克税的那个部分 我们就称之为克税范围 所以他的范围就可以分成 哪些你是克税范围 哪些是非克税范围 来那我们就分别来看一下 先从第一个克税范围 克税范围又叫克税的克体 那克体是什么 克体就是所得 这里的克体就是所得 因为我们叫所得税 所以他的克体就所得 物体是这个所得怎么样 所得是不是有分成 境内的所得跟境外的所得 那他到底是境内的所得 还是境外的所得 那就要区分 那因为我们是才属地主义 我们是才属地 所以属地主义就是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只要你在中华民国境内 有所得 中华民国来源的所得 只要你是中华民国来源的所得 简称境内的所得 那你就要克税 那如果不是中华民国来源所得 简称为境外的所得 那境外的所得就不克税 所以变成是这个简称叫境内 我讲境内就是中华民国境内 境内的所得 那你就是克税的范围 那如果你是境外的所得 就不是克税的范围 原则上他是这样子来分的 这就叫做属地主义 他是看这个土地 这个领土 他用土地这个字就是领土 看国家的领土 你的所得只要是在这个地方 我就给你克税 那叫属地主义 至于你是什么人 我不去管你 再来 那问题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所得 叫大陆地区来源所得 大陆的所得 所以第二个我们就跟你讨论 大陆地区的来源所得 大陆地区的来源所得 根据两岸关系条例里面规定 如果你是台湾地区的人民 这里什么叫台湾地区的人民 这里讲到的台湾地区的人民 指的是在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 他有设户籍的 他就叫做台湾地区人民 那他如果是中华民国的国籍 他拥有 因为有的人是双重国籍 那如果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可是呢 他没有在中华民国境内 没有户籍 他就不算台湾地区人民 所以台湾地区人民 他已经有简单的定义 在两岸关系条例里面的定义是 在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的人 有设户籍的 才叫做中华 才叫台湾地区人民 要设有户籍的 好 如果你是台湾地区的人民 有大陆地区的来源所得 那这个大陆的所得 就是课税范围 既然他是课税范围 那他就必须把大陆的所得 加台湾的所得合并在一起 这并就是合并 把大陆的所得 合并台湾的所得 一起来克 综合所得税 那他如果在大陆 已经缴纳所得税了 那他在大陆缴纳的所得税 就可以拿回台湾来抵税 OK 所以才说 大陆已经缴纳的税额 就可以从因纳税额里面来扣底 那如果你是非台湾地区人民 所以非台湾地区人民 就是他在台湾没有户籍 简称他在台湾没有社户籍 所以如果是非台湾地区的人民 有大陆地区的来源所得 非属克税范围 这是针对大陆的所得 再来我们针对香港 或者是澳门的所得 那香港澳门要当境外 香港澳门要当境外 因为我们的港澳条例 他说如果你有香港 或澳门的所得 他非属克税范围 免纳税 他不是克税范围 就免纳税 只要是非属克税范围 后面都是加免纳所得税 好吗 我就没写了 好 这就针对我们的克税范围 我们来这么做区分 这个在我们讲义的第一页 同学你来看一下我们讲义的第一页 来请看讲义的第一页 讲义的第一页 我们看到第一大点 克税范围 有没有找到 瓜胡一就叫属地主义 瓜胡二就是我这里所写的 大陆地区的所得跟香港澳门的所得 好吧 就特殊关系条例的 那底下有一个法规 你来看一下他那个底下的法规 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简称两岸关系条例 25条 25条他说 25条第一项 大陆地区的人 现在讲的是大陆人 不是在讲台湾地区的人 讲大陆那边的人 大陆地区的人民法人团体 或其他机构 有台湾地区的所得 应该就台湾地区的来源所得 克征中的所得税 意思就是 大陆的人只要在台湾有所得 一样要克税 好吧 一样要克税 只是大陆地区的人 在台湾要克税 他在台湾有所得 他要克税 他要如何克税 就要看 这个大陆的人 在我们台湾 台湾就我们中华民国境内 居留多久 好 要看他停留多久 所以你看一下 2 大陆地区人民 在一个克税年度内 在台湾地区 居留停留 合计满183天 你把那个满183天 你画起来 如果是满 183天 满这个字就含183天 如果满183天 这个大陆的人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居住者 他就是居住者 那么他的在台湾的所得 就要办理结算申报 那如果他是未满183天 也就小于183天 那么就要把它当作非居住者 你就要把它当作是非居住者 来同学你来看一下那个 第二项 他说大陆地区的人民在一个克税年度内 在台湾地区停留居留 合计满183天 应就其台湾地区来源所得准用台湾地区人民 同学台湾地区人民 指的是什么 居住者 你有设呼准用居住者的规定来克税 那居住者怎么样克税 等一下再来写 再来第四项 大陆地区的人民 如果在一个克税年度内 在台湾地区居留 停留合计 未满183天 那么台湾地区的来源所得的应纳税 应由扣缴义务人在给付的时候 按规定的扣缴率扣缴税款 免办结算申报 可以吗 他就变成叫非居住者 他就是按非居住者的方式 来扣缴税款 好 这是针对我们的克税的范围 那同学你先翻到第四页 第四页请你看一下那个立题三 来请看第四页的立题三 来请看立题三 王先生涉及 你把涉及两个字圈起来 涉及的意思就 有没有涉户籍 有涉有户籍的意思 涉及在台北市取得我国薪资所得80万 大陆地区来源所得100万 试问依所得税法相关法律的规定 王先生是否必须把大陆地区所得并入我国综合所得税的所得总额来审报 要不要 来王先生有没有涉户籍 有涉户籍 所以王先生有涉户籍 他就叫台湾地区人民 台湾地区人民 他有大陆的所得 是不是要跟台湾的所得合并克税 那大陆已经缴了税 可不可以从因那税尔中扣底 可以 所以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的答案 A他说不用 因大陆地区来源所得属于境外来源所得 错 要 他要并入台湾地区所得 所以A是错的 再看B 不用 因为大陆地区来源所得已经在大陆地区纳税 所以再寄入我国所得税会形成重复课税 错 他不会形成重复课税 为什么不会 因为在大陆以缴纳的税额 是不是可以在台湾的因那税额里面来抵 所以他不会重复 C要寄入我国所得总额中课税 但在大陆地区缴纳的税 不能扣底我国综合所得税的因那税 错 可不可以扣底 可以 所以C是错的 再来 租 要寄入我国所得总额中课税 但在大陆地区缴纳的税 可以扣底我国综合所得税的因那税 租的答案是对的 所以例题式的答案选租 可以吗 例题式选租 好 接着再来 课税的课底 就是我们的课税范围讲完之后 再来我们要讲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就叫课税的主体 那课税的主体是谁 人 哪一个人 个人 那这个个人是有中华民国来源所得的个人 因为是不是中华民国来源的所得 是不是才会课税 所以你有中华民国来源所得的个人 那你就是纳税义务人了 那只是说这个个人他有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中华民国境内居住的个人 这个简称居住者 这边简称居住者 以及非中华民国境内居住的个人 简称非居住者 我们分成这两种 那如何去判断他是居住者还是非居住者 所得税法有规定 但是因为所得税法有一些 没有说得很详细 所以在101年底的时候 财政部就有一个解释含定出来 他有去说清楚 怎样才叫做居住者 那因为要画表格 所以我必须插那边的黑板了 我觉得还能够抵护得很详细 这个简称是什么 我应该要看 在这里的项目 我应该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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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要看 我应该要看 这一条项目是 如果我应该要看 我应该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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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应该要看 我应该要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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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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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